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希哥 我們是Hate5,講新聞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Like、Subscribe 很多人都會看我們的影片 但很多人都沒有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一下鈴鐺,記得按鈴鐺 我聽別人通常都是這樣說的 希望大家都會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的頻道是很多元化的 除了講新聞、時事、娛樂圈 也會講男女關係 甚至有時候講一些國情給大家聽 讓大家不要什麼都不知道 現在講一個國情給大家聽 這件事都挺誇張的 在湖南那邊有一個遊樂設施 你當它是一個遊樂場 但你看它的場地很荒蕪 好像香港未開荒的郊野公園 全部都是沙地、草都不太綠 感覺上真的比香港某些公園還更低質素 但它又做了一些機動遊戲 這個設施叫做飛椅 它叫做飛椅 我當它是飛椅 有點像 空中千秋那些嗎? 對呀 轉那些 對呀 就是那隻 像那隻 但空中千秋在海洋公園玩的那隻是繩 這個是鐵 它也像一個籃 兩個人坐著 這個東西誇張了 就說突然急速墮下 即是它轉一轉的時候 突然跌下來 嘩 好恐怖 有人坐著嗎? 當然啦 哎呀 沒有人坐著關誰的事 這些意外真的經常發生 香港也有 我稍後再說一說 稍後再說 今次這件事就傷了16個 目擊者就說它的轉速越來越快 然後突然就砰 拍到照片回來 有個伯伯好像跌到街上 躺在那裡 嘩 好恐怖 好恐怖 這些事件 大陸就特別多發生 剛剛有Facebook的時候 大家都 Youtube沒有這麼發達的時候 Facebook有很多這些片看 譬如玩玩一下 不知道這些什麼 摩天輪也試過 整個伴下來 有沒有見過 又有些 扯來扯去 然後不知扯去哪裡 那個盒 有沒有看過這些片 哎呀 我不敢看這些 好害怕 你不敢看嗎? 不敢看嗎? 所以你不知就最快樂 我試過跟阿希哥去那些公園 主題樂園 很久了 這樣很過癮 你玩那些雖然很矮的過山車仔 我自己也不敢 其實那個過山車 好像以前荔園那些 我跟阿希哥有試過 但是我也怕 因為我看得多 那些意外 你明白嗎? 哦 好吧 哈哈 因為你沒有看過 所以你不怕 因為我怕那些 是怕它是真 拍戲那些 我知道是假的 如果是真實 然後有些意外發生了 然後知道那些人不幸彌纜 我的心會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避免不看 不看 這些事情會發生 這件事 是的 這件事在湖南 一個遊樂場裡面 兩天前而已 發生了蟹人的意外 遊樂設施 飛凳在運行當中 從高處墮下急墮 導致16人受傷 目前這個遊樂場已經關閉了 它的原因是怎樣呢 就是調查 有什麼調不調查 不就是老化 不就是日久失收 其實這些 不要說這麼大 坐人上去 我們有時候玩玩具 轉一下轉一下也好 航拍機也好 什麼都會 這些都會卡一卡 螺絲爛了 這些玩玩具也是很平常 但是這些坐人命上去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中 哪有說永遠都不 跟大陸的測試行不行 正所謂 你知道海洋公園 也曾經發生過這些意外嗎 有沒有聽過 香港也有 哎呀 有一個是傳聞 有一個是真的 這個是月礦飛車 但是沒有飛到人下去 他聽說在測試的時候 月礦飛車到某一個位置 為什麼月礦飛車這麼久都不開呢 他弄了出來很久 但是很久才開啟 就是說 月礦飛車到某一個彎的時候 嘗試多次飛了整架車 飛了下海 是啊 那怎麼可以被人坐呢 所以搞了很久才能開 安全測試經過了 然後才開 另外一個就是坐這個纜車 這個好像有點鬼故的成分 海洋公園那個纜車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 好像一九七幾年的時候 那些纜車就停了 之後有對夫婦就被困 那他們就害怕 就多手 就拆開門自己打算爬下去 跟著移動 跌下去 沒有移動 他自己跌下去 他自己跌下去 對了 這樣的 什麼機會都有的 其實你不要說這些傳聞 我見過的 我看到報紙的 就是在海洋公園 有一個叫什麼飛鷹 我忘了叫什麼動感飛鷹 還是什麼飛鷹 也是轉轉轉的 試過有人轉到頂 那他突然間那部東西壞了 就滯留在上面四個鐘 那都很慘 又不能去廁所 又不能吃東西 沒有廁所 當時沒有電話 不能電話上網 當時 睡著 是啊 睡著不動 四個鐘 在上面 怎樣啊 喊些人 我們很快來維修 我記得我那天還回工 我那天是回主頭樂園 我告訴你 他們下來之後 海洋公園對他們有什麼賠償 你覺得有什麼賠償 應該被人困在上面四個鐘 給他一些入場券 入場券 但都不敢再來玩 以我所知 那天好像每位 滯留在上面的遊客 都每人送了一隻雞腿 嘩 見你們釣了這麼久都肚餓了 就是被人釣這麼久下來吃雞腿 你真的想釣你 是不是 你被人釣在上面四個鐘 請你吃雞腿 真是令人害怕 好了 先說回大陸那件事 那件事 正正在下午三點四十分發生 這個地方 真是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叫做邵陽縣五峰寶鎮 有沒有聽過 龍子口 有沒有聽過 聽都沒聽過 聽都沒聽過 一個遊樂場 我剛才也說荒蕪 你們可以看著這張照片 對了 突然間發生機械故障 多人受傷 遊客鄧先生表示 當時和朋友排隊 準備玩 但看那些更恐怖 他突然聽到正在運行的設備 發出故障聲的響 隨後 這個設備在空中 旋轉的速度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有一個乘客 嘩慘 有一個乘客 跟座椅 一起飛了出來 幸好 周圍 就沒事 避到他和他的朋友 但是 也有不少遊客 被東西扔下來扔箱 哎呀 真是很恐怖 網傳了一些影片出來 當時坐著飛椅的遊客 用手機拍攝 因為坐在上面的拍攝 飛椅走走走的時候 遊客都興奮在這裡歡呼 但是飛椅一下降的時候 突然急速墮下來 那畫面拍一拍一下 突然刻畫面 可能那個東西 不知道是掉在地上 還是飛到哪裡 串你的時候只剩下聲 當時刻畫面 就剩下慘叫聲 好恐怖 好恐怖 有目擊者稱 大部分的傷者 就是腳部骨折 斷腳 跌下來 其中有三人受重傷 不少人都原地坐在飛椅上 等待救援 有遇害者稱 事發一刻就太突然了 大家根本都離不及躲避 飛椅掉下來的時候 也摘傷了不少人 哇 真是糟糕了 不要以為上面有事 下面看的也有事 走過也嚴重 是啊 這個部門指 今次有16人受傷 全部都送到醫院救治 其中三個人傷勢較重 13個人輕傷 當日出院 目前這個遊樂場經營者 已被警方控制 可能調查發生什麼事 未必拘捕他 說真的 大陸這些我真的不敢玩 不會玩的 看得太多的新聞 希哥 你有沒有試過在大陸玩過這些? 其實 有沒有呢? 沒有啊 不夠膽啊 通常都是去看動物就算 是啊 那些什麼水上落月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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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看過 你不覺得呢 你看過大陸那些機動遊戲 很單薄得幾條東西 那樣的感覺 你跟不同去迪士尼 不同去香港那些大大架 他好像隨便兩條鐵就是這樣 是啊 我就覺得有點害怕 人家AIA那些啊 人家搬來搬去都沒有東西 不覺得他是那麼牙煙的那種感覺 是啊 那我個人來說 我自己就不喜歡玩那些機動遊戲 因為我覺得就不是我玩他 而是他玩我的 我都不喜歡被人 在那發 做什麼呢 現在做什麼呢 正常一隻動物 正常一隻動物 之前說到有隻貓被人丟到洗機 那我發完一大陣 你正常人的感覺 動物生物的感覺就是 很害怕 方丈我想吐 他給到他來就是這些 很害怕 方丈我想吐 我每次都是這樣的 做什麼啊 現在做什麼事 但是很多人都說 刺激啊 過癮啊 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真的 對了 在香港呢 香港會不會玩呢 滴士尼那些會玩 但是滴士尼那些 那些程度很輕 海洋公園那些 就接受不了 海洋公園我覺得就是 那就是了 就是發上去 無端端走幾個圈 下來 沒有什麼得著 沒有東西看的 可能叫做看了一些風景 在一個很離心很高空的地方 看到一些山景 海景 那就更加恐怖了 我滴士尼 我喜歡玩枯紅山谷的 你至少有些東西看一看嘛 他又不是很刺激 他又可以衝大 整個感覺是安全 又或者玩滴士尼那個 什麼東西啊 跟巴斯光年一起飛啊飛啊飛啊那個 哦 飛越太空山 飛越太空山 是坐車快夜 是啦 是啦 巴斯光年那個 現在轉了 是變成藝合 是不是Ironman 不是之前 現在是藝合 BBB那個 這些感覺上安全一點 還有他大公司 有什麼事真是陪到他PK 是 你大陸那些這樣飛下來 唉 真是 都不知道有沒有賠償 到時候 意外一場 你都想追究都沒有用 尤其是遊客 又不是當地人 又不熟人家政府 當然想打發你走就算了 有什麼事 海洋公園那些 上次每人派隻雞腿 我都見識過了 所以真的 唉這些事不要搞了 我就不玩 好像找自己笨 不過說真的 人始終都是羊群心理的動物 由小到大 那些人都告訴你 其實玩這些東西是過癮的 遊樂場刺激 我自己都享受去這些遊樂園的 但是我感覺上就是 和朋友 和女朋友 這些是快樂的回憶 但是我們的回憶就是 進去參與過 就不是被他好像 扔進洗衣機裡 搞一下搞一下 想吐出來的那種感覺 希哥是不是有事想說 對呀 我覺得鬼屋也是自己嚇自己 但是不明白 為何你們這麼享受 我自己做過 我喜歡看他的設計 以及看看別人怎麼做 希哥這方面比較細膽 陰影 他很好笑 希哥是很怕入鬼屋 我之前有年想找他進去拍鬼屋 然後怕到整個頭都倒閉 完全不敢看東西 但是我覺得鬼屋不會傷害到人 但是其餘那些可能會影響到身體 不過也很難說 去玩這些東西也是 真的很難說 因為曾經試過海洋公園的鬼屋 也試過夾死人 這是真的 是的 很慘 那件很慘 因為他的氣洞和鬼屋結合了 他走進去後台 他的頭一伸進去 那個棺材一夾下來 就夾住他的頸 是的 那件事我知道 那件事很慘 所以玩什麼都要跟足安全 如果他本身設定不安全 我們就肉除砧板上 所以玩什麼都好 最重要是小心 有些地方的機動遊戲 比較熙眼一點 我們網上也看不少 大家如果想玩 都玩一些合安全規格 剛才說過 今天時間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鈴 分享出去 留言 按LIKE 下條影片見 拜拜 下次見